哈喽各位正道福音省学院的师长同学 新年快乐 欢迎回到校园 你现在收听的是正道周星训 我是家庭式工科的Michelle 于蜜杰 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为同学报告 来自学务处的几点公告事项 还请各位留心收听 先来和大家介绍今年度的学生代表 首先是我们学生会会长及关怀 是由家庭式工科的王玲玲姐妹担任 副会长和灵修士工 是由道学硕士高飞弟兄来为大家服务 总务是由神学硕士科杨硕弟兄担任 而财务是由家庭式工科的影儿姐妹 敬拜士工则是由我们基督教研究硕士科的丁月姐妹统筹 宣教士工是由神学硕士科的沈嘉靖姐妹负责 活动长是由道学硕士的许艳姐妹负责 文书则是由我们教募博士科的聂大哥云桥弟兄来为我们服务 另外宿舍自治委员将由我 家庭式工科的于蜜姐姐妹担任宿舍长 以及神学硕士科的李金学长担任灵修负责 道学硕士科的安娜吴娟姐妹担任宿舍的文书 家庭式工科的刘亚男姐妹担任宿舍关怀 以及基督教研究硕士科的田柳希姐妹负责宿舍财物 以上的同学将组成全新团队 在新的年度中各司其职 为学校以及宿舍同学们服务 邀请大家用祷告支持这群摆上的同学们 感谢神透过同学们的服饰 要来成为正道福音神学院每一个人的祝福 让我们敬请期待吧 另外我们当中有许多的新同学 因为疫情的缘故 透过网络来成为正道的一份子 校方特别邀请教募博士班的Jenny 甄育学姐 成为网络学生的生活辅导员 相信Jenny 学姐的丰富经历 能协助网络学生们尽快适应正道的生活 在校园生活方面 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来信与Jenny 甄育学姐联络 再来是博士班2021夏季学期 助学金申请已经开始咯 申请截止日将在本月底的1月31号 与期将不受理 若有意申请的博士班同学 尽情把握时间 将相关资料提交给负责的窗口 最后 正道的家人有福咯 今年的2月14号 我们不只庆祝西洋情人节 正道将要联合举行三合一线上庆祝晚会 时间将在美西加州时间 2月14号晚上6点钟开始 本次活动由宿舍自治委员筹办 我们诚挚邀请各位老师以及同学们 届时将透过Blue Jeans 在线上一同分享春节新年 夕阳情人节 以及欢迎正道新家人的加入的多重喜悦 另外 宿舍自治会想邀请有意愿表演的老师或同学们 不论您是要才艺演奏 或是变魔术来才艺于亲 请将您有意愿表演的项目 发想的idea 在这礼拜主动与Michelle联系 我们会尽快的回复 陪同您一起解决录制技术上的问题 有关三合一晚会的详细资讯 请参考Jessica 白方老师代发的信件 或是与宿舍委员们联系 以上就是本周的正道周兴讯 我是Michelle 感谢您的耐心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咯